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有句话说得好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如此甚好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学会不生气 日门终生的大学问 只有懂得控制情绪 放平心态 才谈得上平和安稳的生活 今天 周子江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四句话 让你永远不生气 人生在世 不如意识长八九 生气总是在所难免 而所谓生气 不过是为别人的错误买单 替别人惩罚自己 气的是自己 伤的是自己 没人会在意 皇帝内经有言 百病生于气 若要身体康健 则需平心静气 发脾气是本能 控制脾气是本事 生气时 默念这四句话 念完便不再生气了 第一句 算了吧 庄子有言 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居之过隙 忽然而已 短短一辈子 很快就结束了 世上除了生死 其他都无关紧要 何来气 何来怨 古时 又为名叫 事成起的人 他常听人赞叹老子 具有超然智慧 于是便登门拜访老子 他见老子家 如鼠洞一般杂乱 生气道 听闻 你是有大志的圣人 我赶来见你 你却如老鼠一样 老子听后毫无反应 事成起见此便转身离去 一日 事成起觉得自己错了 便给老子道歉 并问老子为何不生气 老子平静地说道 所谓圣人 不过身知虚名 所谓慧言 不过身外所事 身与天地相比 不过转瞬 光阴短暂 何必为所事生气呢 生气并不会解决问题 只会将你的心情弄得一团糟 更糟的是 无谓的怒火 不仅伤心 还会伤身 史书里记载过这样一段议事 春秋时期 有位国君叫曹川 有次和身边一位叫 宜舍姑的大臣一起喝酒 宜舍姑喝多了 起身去厕所 这时 有位看门人恰巧经过 不小心撞了他一下 这下可好 宜舍姑怒气冲冲地 操起一根木杖 将看门人狠狠揍了一顿 看门人受了这一顿打 心中自然也是纷纷不平 于是打来一盆水 哗啦一声 泼进了庭院 曹川出来后 看到了湿漉漉的院子 就问看门人是怎么回事 看门人回答 都是宜舍姑在院子里上了厕所 才脏成这个样子 曹川感到受了侮辱 顿时暴跳如雷 立刻下令处死宜舍姑 即便如此 他依然无法平息怒火 回到房间后 精神恍惚 失足跌入了床边的火盆中烧伤 过不了多久 就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 如果仪舍姑不发怒 就不会遭到看门人的暗算 若是曹川不发怒 也不会因气急攻心 而落得个生死的下场 很多时候 发脾气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让自己受伤 控制不了自己的怒火 到头来只会自寻烦恼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何必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 浪费自己大好光阴呢 想开了 那就算了吧 别因生气 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孔子说 事者如私夫 不舍昼夜 有些事就算了吧 别误实 更别误己 第二句 还不错 人生在世 不会事事尽善尽美 若事事计较 无非徒增烦恼 刘伯温说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令世上众人都满意 是无法达到的 无需因他人意见 而苛责自己 只要无愧于心便好 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 唐伯虎 曾想画一幅 人见人爱的画 数月的辛苦后 他将画作 带至街面展出 画旁立之笔 并附文字 若画作有欠佳 请赐教 并标出 晚上他去看时 整幅画被图满 唐伯虎心中不悦 失望至极 一日他摸了张同样的话 仔细端详 发现并无不善之处 心中不悦随之而去 孟子说 以若所为 求若所欲 尽心力而为之 不论何事 总会有反对者 有支持者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也是如此 没有绝对的对错优劣 变化的 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心态 心放宽一些 自能消弭许多无谓的怒火 在同事面前出了囚 虽然尴尬 但也能帮你长个教训 摸个沉稳的性子 搞砸了领导分配的任务 虽然难过 但也不失为一个 茶漏不缺的成长机遇 刘伯温曾言 既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一些人和事 尽心尽力了就好 与其为无法改变的结果生气 不如多想想好的那面 告诉自己 今天还不错 明天一定会更好 下次想生气的时候 就对自己说句 还不错吧 心态一旦摆正 很多问题 也就不成问题了 还不错 不是安慰 是认可 事不成 气不哪 这次还不错 下次必定成 第三句 没什么关系 曾广贤文中写道 贵人之心贵己 数己之心属人 宽容待人 人意会宽容待己 不论何事 皆无需烦恼 生气时便默念 没关系 与人相交也是如此 有不合先认错 别人自然会转变 态度 金庸和梁宇生 同为武侠宗师 互为知己 二人的粉丝 却视如水火 为武侠宗师之称 斗得不可开交 梁宇生知晓后 主动舍弃了这个名号 坦然说道 我是全世界 第一个知道 金庸比梁宇生 写武侠写得更好的人 金庸文知梁宇生的回答后 十分钦佩 大赞梁宇生 二人就此 并使前嫌 还成了挚友 有些事 一笑而过便好 孔子曰 公自厚而博择于人 宽以待人 言以虑己 对别人包容些 烦恼自然会少 没什么关系 不是懦弱 是大度 就让那烦恼 随风去吧 第四句 一切都会过去的 有句老话说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人这一生 会经历各种苦难与不公 也会有很多此行回忆了 对前方的路 感到迷茫与困惑 但你要相信 无论事情有多糟糕 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春秋时期 岳王勾剑被吴王福差打败 成为了阶下囚 勾剑本是一国之君 现在却被迫 穿上粗麻布衣服 像下人一样 伺候夫差 三年的时间里 他受尽了凌辱 遭尽了磨难 勾剑一度十分绝望 认为这样的日子 不会有尽头了 从而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他身边 一个叫范李的大臣 劝说他 今天的艰辛与困顿 都是上天的考验 您当顺应天意 不一磨难 就改变自己的初衷与志向 勾剑由此醒悟 收起了一腔愤恨 卧心尝胆 苦心谋划 终于获得夫差的信任 被放回了越国 后来 勾剑率大军 一举灭掉了吴国 一血前耻 他历经图治 最终成为了春秋时期的 最后一个霸主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时光里 正是因为坚信一切苦难 最终都会过去 勾剑才得以心怀希望 坚持下去 并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太宰志在《人间诗歌》中说 在所谓人间摸爬滚打至今 我唯一愿意是为真理的 就只有一句话 一切都会过去的 当事情不顺心意时 不要生气 不急不躁 坦然处之便好 你要知道 时间会带走一切悲伤 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过往 最终都会变成 今天谈笑风生的下酒菜 世间沧海桑田 坦途是一时 风雨也是一时 看透了就不纠结了 逆境时告诉自己 一切都会过去 不气不闹 不卑不哀 心怀希望 定会守得云开 见月明 人生本是如此 从不完美 顺时不傲 逆时不弃 用好心态去生活 为自己 也为家人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 看开 想开 糊涂点 开心快乐的生活 面对世间繁杂 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情绪 莫为琐事而生气 生气害人又伤己 做人应如弥勒佛一般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时光匆匆 余生有限 愿大家 每分每秒 都能愉快度过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